皇兄 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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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生日那天你送给我的 我最喜欢了 这个林少春 说要借我的怀表看看 借我都给我摔碎了 胆干水花玉子之物 借着最该万死 皇兄 我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看 你看 都摔成什么样了 林少春 你好大胆子呀 启禀皇上 是妾尸首摔坏了长公主的怀表 妾有办法补救 有什么办法 这块怀表 家里三哥哥能修好 且能修得一模一样 归还长公主 这小子呀 真是因祸得福啊 皇上命金阁做了中尚署的上署令 如今啊 我们孙家父子结为朝廷所用 可以说是光宗耀族啊 多亏了少春 才有今日的金阁 哥 还不谢谢少春 是 多谢四弟妹 不敢的 都是三爷自己的功劳 要说谢 应当我谢三爷才是 你可救了我一命呢 没有 没有 四弟妹 快请坐 没成想啊 以前竟冤枉我们爷了 老说他一个人不知道 再捣鼓什么 谁料他不哼不哈 给自己谋了个前程 这回子可好了 我许凤翘 也尝尝做关太太的滋味 以后啊 也敢挺着腰杆地做人了 恭喜恭喜啊 三弟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还真挺让人出乎意料 怪不得你平日里 总是喜欢修补那些西洋玩意 如今看来是内有乾坤 深藏不漏啊 没有 没有